大家好,欢迎来到Eric今日美政 今天我们来关心一下名声 前一段时间可能大家都有感觉 这油价是涨得天怒人怨 在东海岸超过了每加轮5美元 而西海岸我看到最高的油价已经突破了每加轮7美元 这个时候进加油站的人都觉得会比较肉痛 而开电动车的人会暗暗得意 但是近两周来 随着原油期货价格的下降 油站的成品油价格逐渐开始出现了一点点的回落 这叫说到拜登总统去中东 他去中东访问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求沙特和欧佩克组织要提高原油的日产量 来平移油价 但是就他们会谈之后的公报来看 是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 我在他去之前 我就觉得他这个目标达不成 为什么?我马上解释 目前沙特的原油产量已经是很高了 他现在的日产量是1000万桶左右 按照已有的欧佩克协议 下个月他还会增产 大概要达到每天1100万桶 那么他产量的极限是多少呢? 就沙特自己表态说 他们目前最大的日产能大概只有1200万桶 那你说你现在就生产每天1200万桶呗 不行 对于产油国来说 闲置的这个产能 其实就是他们在国际社会上的发言权 就是他外交博弈的筹码 你要是把牌全打完了 你也就没牌可出了 所以沙特在包括欧佩克 在增产上面 他是不愿意和美国配合的 因为他们也基本上达到极限了 欧佩克组织下一次讨论产量问题的会议是8月3号 但是呢 估计不会有太大的结果 所以坊间普遍认为 原油价格在近期内 不会再有明显的下降了 那也许有人会问 美国现在不是最大的产油国吗? 那为什么美国你不提高石油的产量呢? 对不起 美国和沙特最根本的区别就是 沙特的油田是国营的 美国的油田是私营的 只有国营公司出于国家政治目的 才可能留有这种闲置产能 他去谋求国家的其他的政治利益 外交利益 而美国的私营的石油公司 他是没有任何理由去留这个闲置产能的 油井一旦开始采油 那一定是最高产能 不会留什么闲置产能 美国政府也管不了他 所以美国不可能增加产量 他能够调动的 只有自己的石油战略储备 在原油产量的调控上 私有企业是无能为力的 好 请注意 虽然沙特在这个能源问题上 对美国的重要性是在下降的 但是沙特呢 依然是中东美国用来对抗伊朗的 一个最重要的盟友 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 这次访问中 沙特也没有表现出 愿意和美国或者以色列提升 合作等级的这个意愿 我简单介绍一下 目前美国可以对沙特及海湾国家 产生影响的美国可以打的几张牌 首先就是伊朗问题 伊朗是整个海湾地区 对于所有阿拉伯国家来说 它最大的威胁 伊朗人可不是阿拉伯人 他们是波斯人 阿拉伯国家大多数是伊斯兰的逊尼派 而这个伊朗是失业派 他们之间可以讲是水火不容 这个也是海湾国家 最想和美国进行合作的地方 具体来说呢 他们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能够加入到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中 但是到目前为止 拜登政府一直在伊朗核问题上 行动非常的迟缓 具体说就是 他们一直在等这个伊朗方面 对美国提案的回应 以色列最近要求拜登政府说 你给一个明确的信号 比如说 如果伊朗继续拖延 就会面临军事打击等等 但是美国政府给不出来 拜登从今年2月份开始 就一直对伊朗说 这是最后的谈判了 最后的机会了 你要抓紧 但实际上谈判到现在是毫无进展 为什么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伊朗在故意的拖时间 那你说 伊朗为什么要拖时间呢 他难道不想早点结束 外部世界对他的经济制裁吗 伊朗也是没办法 因为经过了川普的这个破坏以后 你如果站在伊朗人的角度的话 你会觉得 我即使和拜登政府达成了协议 那你中期选举一过 议会如果再被共和党把持 那即使我们都同意了这个条约 你这个条约在美国的议会也无法通过 对吧 我何必现在和你浪费时间呢 我不如就一直等下去 等你这个民共两党 闹到打出一个说话能算数的这么个主 我再和你谈判 对吧 所以不得不说 这个是美国制度上的一个弱点 另外你反过来 你站在拜登政府的角度来讲 拜登政府真的有动机去进行伊朗的这个核问题谈判吗 也许也不一定 因为如果你和谈成功的话 就必然大幅的要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那你这样做就等于是给共和党人输送炮弹 共和党人会利用这一点在中期选举上大做文章 来批评拜登软弱 所以伊朗这张牌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 它是打不出来的 因为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想拖 这是一张牌 其次是粮食安全问题 中东和北非地区是严重的依赖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粮食进口的 埃及80%的小麦是从乌克兰进口的 那么俄乌战争就使得这两个国家的粮食出口大幅的下降 引起了中东北非这些地区严重的通货膨胀 今年他们的粮食价格是超过了去年的30%左右 这个对于一个不太富裕的中东和北非这些国家来说 甚至会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即使对于沙特这样的富裕国家来说 粮食安全依然是这个沙漠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 沙特是全球大米进口的第二大国 它主要就两种基础粮食 小麦和大米进口量都很大 在联合国食品安全指数上 沙特是海湾国家中垫底的一个 所以随着俄乌战争对全球供应的影响 沙特的食品价格上涨估计也在20%左右 那么这张牌美国是可以打的 美国在最近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联合声明中 表示说将投入10亿美元 帮助中东和北非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好 这是第二张牌 第三张牌就是这个沙特王储 萨拉曼本人 他叫Mohammed bin Salman 西方媒体一般就叫他MBS或者叫Selman 他是沙特实际的领导人 以残暴和冷血著称 这就导致他的人权记录极差 他在2018年吧 谋杀了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卡舒吉以后 被西方国家普遍的冷落和鄙视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改变 沙特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性逐渐的下降 那么萨拉曼呢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 早在2016年 他就启动了一个所谓2030年愿景 这样一个全面的沙特的经济和社会的改革计划 应该说这个计划的核心的方向是正确的 他是想把沙特逐渐的从一个宗教国家 向一个世俗国家去过渡 萨拉曼逐渐的废除了宗教警察 提高了女性在沙特的地位 女性可以不遮面可以开车等等 甚至他尝试和以色列发展关系 那么对于谋杀这个卡舒吉呢 萨拉曼多次的表达过说自己很无辜很悲哀 是手下人干的我自己不知道 不管他是真的假的 这个至少是可以看作是一种向西方靠拢的姿态 他曾经对西方记者说 他说卡舒吉事件是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事情 因为他可能破坏了我所有的改革计划 所以在靠近西方国家和现代文明方面 萨拉曼是有求于西方接纳的 这个是美国手上比较有利的一张牌 但是呢恐怕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美国自己内部现在处于严重的政策不稳定阶段 不是政局不稳定 是他的政策不稳定 这就使得很多向往和美国合作的国家 多多少少有点惆怅 强委员长讲 攘外必先安内 一个国家的内政他不稳定的话 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他的外交目标的达成 好我们现在说回今天的重点油价 那么既然海湾国家不会很快的增加产量 那油价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近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甚至已经跌到了俄乌战争之前的水平 9月份布伦特原油期货连续三个交易日收在100美元之下 这是很少见的 那么什么原因 油价下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绝大多数人相信本月底美联储的这个例行的FOMC会议上 可能会将这个基础利率再次上调75个基点 甚至是100个基点 一个基点就是0.01% 100个基点就是1% 那这样呢联邦基金利率就可能达到2.25%到2.5%之间 从债券市场上来看 2022年底的目标利率可能要达到3.5% 这个还不是重点 请注意 从本月初 具体就是7月5号开始 美国的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就超过了10年期国债收益率 这个被叫做收益率曲线倒挂 一般来讲嘛 你短期国债的利率都会低于长期国债 而长期国债利率低于短期的时候就说明 人们对美国的长期的经济预期不看好 这个就会导致两者利率的倒挂 在美国历史上 这种短期国债利率和长期国债利率的倒挂 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经济衰退之前 两者的相关性高达60%以上 可能要达到70%都有可能 好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知道为什么原优市场上的油价开始下跌 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大家对未来经济不看好 我这说明一点 我看到有人说这个原优价格下降是因为美元的升值 这个不对 因为原优期货本身它就是用美元计价的 而所谓美元升值指的是美元相对于其他的主权货币的升值 所以美元升值受影响最大的是其他国家购买原油的价格会上升 而美元升值本身对于美元计价的石油期货来讲 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油价下降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前景 但是这坏消息总是跟在这个该死的但是后面 原油价格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品油价格下降 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 自从这个新冠疫情以后就大概两年的时间内 美国用来提炼原油的这个炼油厂不断的关闭或者减产 和疫情之前相比 美国每天能够炼油的这个能力大概下降了100万桶 美国目前至少有8家主要的炼油厂或者关闭 关闭的有5家或者减产 减产的是3家 和疫情之前相比 美国的炼油能力下降了5.5% 炼油厂连续关门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它成了一个西洋产业 美国需要实现自己的减排目标来对抗全球变暖 这个没问题 所以美国环境署和能源署都对炼油企业的排放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就导致这些炼油厂必须要投资来提升自己设备的减排能力 这个可不是小钱 这是十几亿到几十亿的投资 但是你随着能源格局的改变 美国是要逐渐淘汰掉或者说至少是边缘化这些化石燃料 所以炼油厂企业是不愿意把巨资投入去改善这个西洋产业的 雪上加霜的是 这些燃料生产商它也面临来自政府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它的利润太高 6月份的时候拜登总统曾经致信给美国主要的石油公司 指责他们在美国人经历困难的时候还榨取超额的利润 拜登在信中说如果是在战争期间你将远高于正常水平的炼油厂的利润转嫁给美国民众是不可接受的 拜登威胁道如果这些公司不降低价格不减少利润率它会启动美国紧急状态来迫使他们降价 那么炼油厂的利润是不是很高呢 真的很高 高得离谱 这么说吧 在疫情之前 一般的炼油厂 每炼一桶原油 它的利润大概是在1到2美元 现在是多少 现在最高的时候能够达到每桶18美元的利润 那这个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但是炼油厂也有苦衷 因为两年的疫情导致一些炼油厂已经出现了亏损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炼油厂是不能够减产的 它减产的话它的亏损非常大 所以他们现在呢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利润来弥补之前的损失 所以公司把现在的利润去填补过去两年的亏空 但是问题是在那两年中 他们也拿了美国政府的补助 所以美国政府对他们也很不满 但是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正在退潮的产业 油价上升的本身也折射出人类为了拯救地球气候 所必须要付出的一个代价 细节上我们可以说 谁在挣钱挣得合理不合理 但整个大背景就是 化石燃料会逐渐的被淘汰 而它的价格会一直的上升 雪佛龙的CEO叫Michael Wealth 他曾经明确的向记者表示说 他说我不认为你还能够在这个国家看到有新的炼油厂开张 在一个政策环境正在试图减少对这种产品需求的国家 你不会找到投资者愿意投资数十亿美元来修建新的炼油厂 所以从炼油厂的角度来讲 油价是很难降下来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我是Eric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